有國慶概念股有國慶股嗎? 回顧旅遊相關的 之前我都不斷說 像近期780等 都是強勢的 看近期的新聞 今年這個國慶長假 出遊的需求是大的 而且周邊有 或者自家有 對同情來說是會有幫助 或者再不只是攜程也行 9961 另外最近我都看得比較好 新售例 1910 也不只是受惠內地旅遊市場的復甦 甚至歐美那邊 近期見到逐步都通關了 美國都說 對於進口旅客方面的限制是慢慢解除 所以對於這些旅遊相關股份 我的看法暫時都是正面的 你覺得現在買入可以的 例如Catherine 她問同情藝龍 她說她18元有貨 她說走勢怎麼看呢? 可以上貿什麼位呢? 18元有貨 暫時不要太盡水 因為過去的兩個多月都升了不少 只不過近期可能的虧跌 有些避一避 也不需要怎麼跟 但是你說這些價位要再抽上去 幅度未必太多 暫時都是看著可能19.5元 這些價位 有機會見到可以先取消消息 於是 我不意見到 最新的一條 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